上次雞腿不喜歡吃 那雞胸肉會喜歡嗎? 欸!他聞了!他聞了!他聞了! 喔!他很甜!他很甜!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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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你一想把雞胸肉吃掉了! 你看!你一想!喜歡吃雞胸肉! 就是很健康的貓咪耶! 來!這!他會不會吃呢?他會不會吃呢? 甜不起來!甜不起來! 喔!哇! 喔!哇! 他口味會越來越貴! 沒關係啊!反正我這邊有很多雞胸肉! 嗯!他眼睛有... 你捻我手! 哈哈哈哈!那裡有味道! 你放桌上啊! 可能...因為我的肉跟雞胸肉都是蛋白質 所以這還是...就是超好吃的 是這樣子說嗎?好可怕喔! 好可怕的感覺喔! 好可怕的感覺喔! 那就被雞胸肉出來這樣子嘛! 欸!原來你倆會吃雞胸肉耶! 哇!那以後你倆就跟我一起吃雞胸餐就好啦! 那哇! 呵呵! 你餐兩隻! 呵呵! 貓吃的! 對啊!煮一塊雞胸肉可以餵飽兩隻生物! 哇!你倆!你在這邊做得很舒服嘛! 你在這邊... 收著看放你打...打...電動 你怎麼那麼可愛啊! 喔!還有電風扇! 呵呵呵! 這個過得比我還爽耶! 我剛剛在那邊工作然後... 你們在這邊...爽! 其實我也是一樣的事情 不方便拍攝 對耶!果然是都像主人 哇!白白的肚子!看到白白的肚子想摸 你要被摇! 我還被摇啦!不行! 阿!阿!阿!不行! 就算被摇!我要摸你... 你摔不下啦!你太肥了啦! 阿! 放你!!你在幹嘛? 串數學耶! 對啊! 它是力醬 蛤?你這樣? 妳說妳講那個腎脂醋 對啊 現在就是 反正現在就是有很多東西要顧慮 就是又要讓它蛋白質要攝取夠 然後熱量又要夠 然後水分又要夠 然後臉又不能太高 那就是 好難喔 對啊 然後因為我現在買了 已經買了一些飼料 然後我不想要讓它吃那個飼料 因為那個飼料好像就是太好吃 我媽媽也會不吃別的東西 所以變成如果很乾脆掉它混 混它的罐頭一起吃 就沖淡那個味道 就是每個罐頭它成分都不一樣 所以我要請知道說 它到底要搭配多少克的乾糧 很難耶 好像營養師一樣耶 哇 很認識耶 幫貓咪算營養 好 反正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前陣子的蛋經常去身體檢查 抽血之後發現 哎呀 它的腎脂素跟乾脂素 我都稍微有點高 而且咧 就是你想它前陣子 吃到一款好吃的飼料 然後它又開始有點挑嘴 它在那邊愛吃不吃的 然後東西送給它 然後它在那邊舔兩口子 然後就擺著 然後就一直跟我們叫 欸欸欸欸欸 一直叫 這麼樣 非常令人困擾 所以現在 邦尼它在努力的做功課 想要調配出一個最適合它的飼料 然後它也願意下口這樣子 那真的是很傷腦筋 總之我們就繼續開下去吧 好像專業按摩水 新ねぇ出的這個比較總一的 水不會含心嗎 水不會含心嗎 注意一下啊 用的它好像沒有含水 像是風格的雪檔 頭巫的雪檔 好 好 好 放鬆你的臉 他臉好奇怪 好 好 好 他臉好奇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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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 哇 你這樣好有學問啊 范范博士 他怎麼這麼乖啊 他變菜龜了 菜龜是誰 菜龜你不知道是誰 這不是你那個年紀的嗎 誰 我沒在看電視的 我只看卡通 還有Decorvery 好可愛喔 他很多牌子 對啊 我在整理毛片 然後這個是我們之前 那你這樣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在車上喔 幫他錄了一個限動 那個叫聲一叫 你這樣本來 趴在那個門口吹叫 欸 Roddy又錄起來了 然後就跑來這邊 哈哈 對啊很強欸 你們看 我再幫你吃給你 你看 我再幫你吃給你 這不是誰在叫嗎 真的 明天然是 真的你這樣 他開始 跑來這邊到處蹭欸 為什麼啊 這邊的叫聲 只要一叫 他耳朵立刻就會豎起來 然後往那個喇叭那邊 這樣對過去 哈哈 有可能 有可能 各位 如果之前有看過我們 就是 就是帶泥漿去看醫生 的那一隻 不對 應該是帶我去看醫生 哈哈哈哈 好 各位如果有看過那一隻影片的話 就會知道我們之前 就是有帶泥漿去看獸醫 因為他的一些 甘脂素 腎脂素 很不太正常 開一個要給他吃 那自從那一天之後呢 我每天啊都非常的噩夢 因為泥漿他 非常 非常 非常不喜歡吃藥 就是每次要吃藥的時候 他都 噢 噢 啊後來我們就拿那個 針筒 然後那個膠囊 然後把他嘴這樣 然後把他嘴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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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一打開 他會馬上吐掉 對 然後後來你講他就學聰明了 就是我們在嘴巴壓著的時候 他就假裝我 他一定可以 然後一放牌頭 你把他吐出來 啊之前有一次啊 就是那個膠囊在他嘴巴裡面破掉 他就 真的就是這樣 頭塗白沫 然後狂噴頭嘴 噴得滿地都是 但是呢 我們最近呢 終於找到一個非常 好用的方法 從此呢 妮醬就不再害怕吃藥了 而且 他也變得非常愛吃藥 你看 證據就是 那妮醬 妮醬要不要吃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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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開始一直很想吃 你看他就一直湊過來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找到這個方法到底是什麼咧 哇 我們今天覺得我們好厲害 來 我們的方法就是 登登 肉泥 哇 我真的不得不說耶 肉泥真的是 貓咪的萬節 剪指甲的時候不聽話 來給你肉泥 吃藥的時候不聽話 來給你肉泥 哈哈 具體來說 操作方法到底怎麼樣呢 就是把這個肉泥啊 給它塗一點點 在這個藥丸上面 然後他就會以為這個是 很香香的好吃的東西 先用一樣的餵法 但是因為那個肉泥香 那個交往香香的 所以他不會那麼抗拒 你看呢 吃了 咖啡都放開 好的 肉泥在旁邊 stand by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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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吃下去了之後 來給他肉泥 欸 欸 欸 你沒有塞好啦 有了有了 進去了 進去了 剛剛那個我可能要吐好 你沒有塞得太進去 我塞到他嘴巴旁邊 好 耶 成功 耶 各位會操作了嗎 哈哈 這個真的是 解決了我們非常大的困擾 因為之前 激醬實在是非常的非常的不愛吃藥 然後我們為了要讓他吃藥 每天心情都超好 對啊 然後就看他在那邊 哇 好難過的樣子啊 就很心疼 但是後來我們找到這個肉泥的方法 哇 世界都和平了 那好 這樣你要炒麵百分 沒關係要病才會好 你的下巴還有肉泥 嗯 嘿嘿嘿 好 大家 步步